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还是怎么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童敏峰老师 每一次这个拿捏都 我觉得我都是事先讲的 我昨天我跟各位讲说 其实最好的买点的时候 通常都是你不敢买的时候 因为昨天又刚好 接近到国安基金 七月十三号那个防线 我才跟各位讲说 那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今天节目 麻烦各位你要仔细听 因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分析 而且 如果今天晚上 那个点出现了 我可以跟各位讲 你们应该会有一两个月的好光景 好 我们就直接来吧 上礼拜三我已经花这条线给各位看了 我说这是国安基金的防线 你今天 其实你看到到越接近这里 它的支撑力道会越强 那上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也跟各位讲说 加全指数有回补缺口 但是 二三类它并没有完全回补 我当时也讲说 其实运输类股 就先不要碰了 除非它站上颈线之上 所以这里要跟明乐讲一下 不是说我早上我不解 我不解运输股 我是希望说 如果这条线能够站上的时候 成交量扩大 我们再一起来做 那到时候各位的胜算会比较大 这个要跟各位再次说明 这是上礼拜五我讲的 四星KY援金 21天的时间转折 第三个缺口 我也说过 今年以来 只有出现周K线 连续有四根黑K棒 没有第五根的 所以这礼拜机会是非常大的 你看昨天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运输类股又破敌了 我不管它是真或假的 这就是事实 除非站到这条线之上 我再来帮各位解运输股 所以明乐不好意思 我今天不解的原因就是 因为还没有站上这条线 怕各位你跑进去买了 万一你又再度套牢的话 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在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可以买的时候 往往是你最不敢买的时候 你看今天就大涨了嘛 那今天有几个契机 各位要看一下 果然可以买的时候 是你最不敢买的时候 台积电回补的缺口 还有鸿海的均线纠结 好 观众朋友们 很重要就是发生在今天晚上 这叫废半 废半上次出现了骨架创低 二次黄金交叉往上 它涨了将近三成 那因为目前还没有勾上来 我说今天晚上很重要 以KD值来看的话 今天晚上是有机会勾上来 当今天晚上勾上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骨架创低 二次黄金交叉往上 会不会跟上次一样 会哦 所以观众朋友们 要好好把握 我说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内行的人 已经开始进行卡位 今天已经进行卡位了 这张图你如果研究清楚 我觉得你下半年度你就够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台积电从这一波的527块 这样下跌以来 回补了今天的9月16号缺口 还有1 2 3 4个缺口 那我们一直最近跟各位讲 就是7月13号这个防线 是470块.5毛 今天已经重新站上了 那上一趟台积电 表现得非常好 就是跟费办一样 股价创低 二次黄金加叉往上背离 就台积电一口气 从433块涨到527 我相信上一趟 各位你都有看到 我在节目中有解 解台积电 我都跟各位解得很清楚 所以 当费办如果出现背离 台积电出现背离的时候 这有1个缺口 2个缺口 3个缺口 4个缺口 会不会回补 我今天直接在节目中 跟各位讲 通通会回补 所以各位你觉得重不重要 很重要 最近真的是关键时刻 越是关键时刻的时候 你越要收看超越电风的节目 我应该是在国内 针对背离跟各位解得最清楚的 今天晚上费办 如果继续往上走的话 它就会形成低档背离 上一趟费办的低档背离 涨了29% 上一次台积电的背离 涨了21.7% 所以你说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因此 为什么今天台积电要回补这缺口 它就是要把这个KD指标 勾上来 一勾上来的话 是不是跟上次一样 股价创低 二次黄金交叉往上 这一次也是股价创低 二次黄金交叉往上 这张图表 我给你 你可以拍照起来 其实在我对台积电的研究来看的话 你只要把这几个缺口都记好的话 你下半年度你可以赚很多钱 我再次跟你讲 台积电上次出现了导型的一个背离上涨 这一次也有机会出现背离 你这张图表要记清楚 我觉得这几个缺口统统会回补 我解盘是解以后的 我不跟你解以前的 你长期收看我节目你都清楚 还有 另外一档骨架也很重要 因为三天后 就算他骨架现在都不动 三天后 他的季线就开始要翻阳 他的名字叫做鸿海 鸿海事实上所有的军线 现在都在这边打结 跟麻花一样 当然我是期待他的量能能放大 突破量能反压量能线 所以当你看到台积电 有可能形成背离 你看到鸿海的所有军线纠结 三天后他扣底的位置 季线扣底位置会拉下来 拉到这个位置 现在扣底在这里 三天后他扣底的位置在这里的时候 他季线就勾起来了 那当鸿海的军线纠结 他又重新站上季线 站上所有军线之上的话 你认为鸿海有没有航情 所以当鸿海有航情的时候 台积电又出现背离的时候 观众朋友们 这又是你一次的机会 你要好好的把握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观众朋友们 这个YouTube看到了请你扫描 LINE也麻烦你扫描 我为什么说LINE很重要 我记得我在7月12号 当时我送了各位私当股票 没有辜负各位 我也说过 当这个大盘今天晚上 那个讯号之后一打开 我这两天有一份资料 又会开始要送给各位 但是你如果说 你没有加入我LINE的 你不是我的 没有订阅我的YouTuber 你拿不到那一份资料 7月12号 两个月前那一份资料 大家你有留到现在 你自己去看一看 真的是棒 很多人看到我都说 那份资料写得真好 我最近也在准备新的资料 因为我看到了 那个按钮已经快要打开了 那如果说你之前你错过 你这次真的要好好把握 说真的 因为台积电上次出现背离的时候 也是我们第一时间 在节目中跟各位讲 那这次又刚好遇到了三天后 鸿海的那个按钮又要打开了 鸿海的这个季线往上的话 其实那个行情是非常大的 今天有的新闻 证实了有做功课真好 当然我必须讲 我不可能每天 每天真的每一档股票 跟各位做很详尽的报道 但是如果我们之前 有跟各位讲到一些关键的字眼 我说你以后你会来得到验证 今天有一档股票 一开盘就拉掌停盘 它叫做义德 刚才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六月份 我当时写剑桥的时候 我有写义德 我说它的气喘用药 SYN011 它有SYN 有望在下半年度开始贡献营收 我当时有写对不对 然后各位你看一下 这是我六月二十号的研究日志上面 我也有写到 义德六四六一 除了本身产品以外 气喘用药SYN011 还有SYN010 有望在下半年度贡献营收 你们都有看到 甚至于观众朋友们 在最近一次的聚恨网上面 我也有写到建强 我也有写到义德 观众朋友们 我只证明给你看 今天为什么义德今天会拉到掌听板 因为他旗下的富方吸入剂 SYN010 已经获得台湾这个药证 已经拿到了 他的事因就是气喘 还有慢性肺阻塞 SYN010 老婆你可以把这几个字 我们放大给你看一下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 我六月份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讲 SYN010有望在下半年度 开始贡献营收 我是在三个月前就跟各位讲 所以有时候股票市场好像这样 而且这个是在上个礼拜我写的 建桥跟义德 你们有空可以回去再看一看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股票上涨 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上涨 所以当义德上涨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到 建桥你要特别留意到 因为它持有太多的义德了 它成本是十几块 所以今天建桥也跟着上涨 昨天外资也有买超 做股票其实就是这样 你是要稳扎稳打 一步一脚印 有些基本面说说真的 当你做好功课以后 它发动的时候 我说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会拿到药针 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拿到 所以你如果之前你有去布局的 你今天你看到 拉到掌停板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开心 还有 我今天还有一个技术分析 是因为它今天又创了一个 波段的近期的一个高点 我要拿出来跟各位讲 就是我们上次在这个 电视演讲会里面 我有举一档个股 我当时有跟各位讲说 其实股票最棒的点就是 循环法则 什么叫循环法则 在我二十几年的这个 股票生涯里面 我参透一个法则 就是什么样的股票 它会上涨的 走得比较远一点 不是说今天买明天卖今天买 不是它走得比较远一点 就是当它的日线出现黄金交叉 它的周K线出现黄金交叉 月K线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 就要比是时钟一样 你在十二点的时候或零点的时候 你看到它的秒针分针时针 都是同样在十二点开始走 但是你会发觉说秒走得特别快 秒你就把它想做日线 它走一圈的时候 六十秒其实分针才走 啪一小格而已 同样的你把分针就把它想成 说是周K线就好了 当你的分针走了六十分钟以后 其实时针只走了一格而已 只走了一小时这样一格而已 所以真正好的股票它一定是 日 周 月 K线都出现循环法则 从低点出现黄金交叉 这有没有案例 有 其实这张股票我到现在 我都还抱得牢牢的 各位朋友们 你一定会有时候觉得 我做股票的决心 你看 这是不是七月十三号我跟各位讲 七月十二号那一天就是 七月十三号我为什么记得很清楚 就是国安基金说进场那一天 各位你有没有印象 我为什么常常跟各位讲 七月十三号很重要 那一天的字帮 连除息外涨了38.38 我当时是不是有跟各位做 技术分析的这个交流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八月九号那一天的日线 是277.5 高点是286.5 收字收在277.5 对不对 日线上 收在277.5对不对 周 K线八月九号那天 是不是收在277.5对不对 月 K线是不是收在277.5 我说第十三个月的时间转折 对不对 277.5 请你记清楚 八月九号那一天 你看到三个数字都是277.5 对不对 今天来到291.5 观众们你仔细去想 循环法则好不好用 而且这档股票 投信会做账 投信会做账 我再给你看一次 为什么我说这个很重要 你再看一次277.5对不对 这是周 K线277.5对不对 55周的时间转折 50周以上环境交叉 这个技术分析我都有在教 50周以上环境交叉 277.5 所有军线往上 站上所有军线 这是日线 你就把它想着秒针 这是分针 这是时针 是三个月时间转折 277.5 你看今天他又创了 波段的一个高点 投信连八天都有在做账 所以观众们有没有 我跟各位讲的这些技术分析 其实都是我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日积月累的 那我也常在讲 当这个按钮要发动的时候 也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你看到今天晚上 当废办这个按钮一发动了 它会联动的台积电 也出现背离的时候 三天后的鸿海 它季线会开始翻扬的时候 观众们 又是你另外一个机会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虽然我的这个 这个专案已经 已经在上个礼拜已经 已经关闭了 但是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打电话来 包含我刚刚说的 我这几天我会准备一份 非常好的资料给各位 但是还是麻烦你 不管是YouTube 或LINE 你都要加入 我到时候那份资料 要发动有哪些股票资料 会送给各位 那下个阶段 我们再跟各位做详细说明 先把时间交给明了 谢谢 好 更多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回来进选 陀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超越巅峰 再把时间交给陀老师 包含金元也创了 颇段的一个新高 我今天就不要花太多时间 跟各位讲 这个应该投信会做账确定的 因为九月以来 他总共投信买了三万多张 那外资连续买四天 投信连续买三天 融资减 融卷增加 这我不再对付 因为这次金元已经做第三趟 几乎现在全市场 有提到这个元金 我讲太快了 元金 有提到元金的 第一个就会想到我 这我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元金基本上 我们上次也是因为 看股东前朝的时候 看到了大家都去买太阳能板 然后我们借由技术分析 去找到元金 六四十三的元金 我相信投信 基底会做账 我就不再赘述了 所以观众朋友们 其实有时候 我常在讲技术分析 不是拿来读的 是拿来用的 为什么我昨天我会跟各位讲说 最好的买点 反而你是你最不敢买的时候 理由非常简单 统计数据会告诉我们 事实上 是国安基金七月十三号进场以来 投信买了六百多亿 你外资卖就给他卖没关系 那券单多了九点四万张 可是你想想看 国安基金都说要进场了 投信也进来买了 结果反而空单是大增的 你觉得 国安基金可以忍受 他跌破那条防线吗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各位讲说 为什么我昨天会跟各位讲说 你机会来的时候 反而是你是 你最不敢买的时候 你今天就可以得到验证 而且我必须跟各位讲 有些时候 当你走的旧的路 你走旧路到不了新的地方的时候 你要不要下冷看 你可以来找我 因为有时候我们 我跟各位讲的技术分析 其实是最扎实的 但是又不是简单到说 你看几个K线 你就可以知道未来 我今天花点时间 已经跟各位讲了 你当你今天晚上费半 只要那KD勾上去 它就符合了背离的条件 你知道上次费半 因为出现背离的时候 涨幅接近三成 台积电涨幅超过 21%以上 所以台积电也符合这个条件 那我也跟各位讲说 红海它的均线 是跟麻花一样纠结在一起 三天后的红海 它际线扣底的位置 会让红海的际线 往上做个翻扬 那观众朋友问你 这次机会又来 我昨天看到那个来到 国安基金房间的时候 不管我是在盘中的解盘或盘后 我都是很直接地跟各位讲 它是一个机会 我不会在乎说 今天美股会不会继续下跌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你也不需要每天花那么多时间 去看美股 你只要的是一个 它最后告诉你的答案就好了 常常有人说 玩上看美股 我都觉得不用 我今天就可以跟你讲 费半是具备了背离的条件 而且SMP 纳斯达克 道琼 都把前天的缺果通通封闭了 他们通通有机会形成低档背离 你等着看就好了 我解盘都解在前面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 你会很喜欢收看 《超越巅峰》的节目 是因为我的技术分析 我常跟各位讲 我的技术分析不是拿来读的 它是拿来实际操作的 所以当这次有机会的时候 观众朋友们 你不要再让机会和你擦肩而过 我也再三地跟各位强调说 虽然我们上次699专案 真的大家很踊跃 我谢谢你们 但是我也跟你很诚恳地讲 不管是你 你讲到太阳能 你第一个一定会想到元经嘛 对不对 没错吧 虽然我刚刚有一点点口误 然后讲太快了 但是的确你想到元经 你第一个会想到我 因为是我最早发现它 到现在为止投信还是有在买 包含四星KY 我说你再等一等 四星KY 投信也会作帐呢 所以 智邦也好 智邦也是投信也是会作帐的 那在作帐的一个过程里面 又在这几天 我会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 迎接光辉的十月 在投信作帐完以后 十月份 也就是十 十一 十二 第四季 往年第四季最会上涨的个股 有哪一些 我会把那一份资料做好了 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 你一定要加入我的YouTube 加入我的LiET 而且说实话 距离第三千个名额 好接近的 我们并不是网红 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 一下很多人大量的 这样加入LiET 我是一步一脚印的 上东森的YouTube 以及上东森五十基台 这个月是我刚开播的 现在已经接近第三千位的LiET 已经快要 已经快要加入 整个我们的团队了 我那一份资料做好了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 赠送给各位 但是我还是讲 你该加入我的YouTube 要该加入我LiET的 你要尽快 就是手机 手机这样扫描一下 就可以加入了 因为真的 我把那份资料做好了 我就等着 那个开关要打开 我认为今天就 今天晚上很重要 我再三跟各位强调 不管是废办 纳斯达克 道琼 S&P 都有机会出现被移 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把时间还给 宁哥 谢谢 请观众朋友本公司 所推介分析资格别有价 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 资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